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今天看到 凤凰网发表了一条消息 一个飞机在人工争雨任务过程当中 坠毁 机上无人均已落难 也就是江西发生的 另外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也转发这条消息 它用的题目是突发江西飞机坠毁 机上无人遇难 给大家看看网上截图 这是看中国网站的截图 那么再给大家看看凤凰网的截图 凤凰网有一个很短的视频节目 但是不能播放了 给大家看看 就这篇文章 可见国内媒体海外媒体都比较重视 说是3月2号晚上9点钟发出的通报 江西省气象局官网发布的 江西省气象局助用的 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 B10GD型飞机 在3月1日下午3点左右 他们准备在江西吉安县上空 执行人工争雨任务 人工增雨那个地方可能是烧水 水可能天比较旱 需要降雨 增加雨 增雨 结果突然间坠毁了 江西省政府下午3点19分 获得消息 调派了应急消防公安 前往现场救援 这个世界非常不幸 造成了三栋民房受损 一名村民受轻伤 机上5人全部罹难 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 看来这个事是很大的事 据江西省气象局的局长 叫詹峰星表示 他说机上5名越南人员 有3个人当时正在实施 人工增雨作业 说另外两个人是北大荒 同用航空公司的基础人员 机长和副机长 三个人中我们的局一个人 黑龙江省气象局有两个人 那就是科技人员了 这很可惜啊 从2020年10月开始 江西汉清非常严重 到了12月江西省降雨 较长年 同期偏少了五成了 减少了一半啊 差不多 大部分的就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 从21年开始 1月1号开始 元旦开始啊 江西省气象台陆续开展了 人工增雨作业 希望用此缓解当地的干旱情况 没有想到因此引发了 就飞机最后的意外啊 那么这个飞机是哪里的呢 公开资料显示啊 这架编号为B10GD的 这个 双螺旋桨飞机 是美国呢 比其飞机公司生产 生产的 属于小型飞机的 一般小型飞机最不安全 大得好一点啊 有的那个发动机 双发动机也小都不行啊 说专门从事这么 噪雨探测人物 机上配置多项 先进的探测设备和机载 雷达 这个 雷射雷达 1985年 说黑农江省成立什么呢 北大黄 同用航空 隶属于黑农江省 农肯总局 拥有超过百架飞机啊 这个 你想在上个世纪 有这个 这个公司 农肯总局啊 有这个北大黄 航空这个公司的时候 本人还在这个 东北做这个记者 听守过 没去过采访啊 就好像那时候 他有邀请 有一个会议也邀请 当时也没有这个 时间和经历啊 这个现在回想 有机会去看了挺好 这个 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 人工造雨 说森林的灭火呀 农药喷洒 航拍 航测等任务 有的时候 他们航拍的时候 在空中 拍摄照片的时候 他就和那些 这个媒体记者联系 说你们愿不愿意 去拍摄照片 今天把你们带上 黑农娟那个地方 讲什么 讲这个哥们一起啊 很重感情啊 如果你和他关于好 经常结束 酒喝好了 他有好事想着你啊 有的时候 你搭上那辆飞机 这个 有可能顺利 有可能出事 所以飞机这个东西 离开了地面 到了空中 那命运就交在上帝手里了 所以很可怕呀 说是他拥有一百架飞机左右啊 主要执行人工造物 森林灭火 还有这个农药喷洒 航拍航测等任务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林专业航公司 因为北大荒那个地域太大了 你跟黑龙江农场农场 总局啊 我没去 但是我的同事们有去啊 我讲到那里面的那个你看那黑油油的这个黑色的土地 肥沃的土地一片一片的在这个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这是一个风水宝地啊 你不要看它偏远 它这个是农业大省啊 那个大豆高粱啊 玉米 这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作物就非常多呀 所以说 这个 这种飞机应该讲在这个 实现工作当中啊 生活当中是非常适用的 没有想到这一次发生这一次意外 这个事故 而且这事故非常不幸啊 落下的时候 孩子 还这个啊 这个伤及到了这个民宅啊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你看那民宅 这个这张照片给大家再看 放大一点 这个民宅破坏的 挺严厉啊 原本江西就是 吉安那个地方 都住在这种二层小楼 或者三层的 老百姓自己建的 在县城里面建的 这建筑原本就不是很结实 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 那肯定是雪上加索嘛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 所以说 凤凰王今天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事故 原因正在核草 善后处置有序展开 为遇难者 慕爱啊 确实 这个事是非常不幸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天有不测风鸣 人有单膝活服啊 早晨你走了 晚上未必能平安回来 尤其是从事这些 这个危险工作的啊 不一定哪一天就拜拜了 这个事 但是这个都很难预测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 珍惜生命 特别是像这样的飞机 这个在飞机 起飞之前一定要仔细的 就检查 按照专业的程序啊 因为他这个都有一些规定啊 你像这北大湖 通用航空公司 这个这种机型的 那肯定是这个 这个机长副机长的 这些人 都有一些专业的 各方面的训练啊 这个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再有经验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突发世界 因为有的时候天气 它不一样 天气恶劣啊 还有的时候 这个是由于什么 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 这个情况 因为说你碰到那个 我听说有种鸟啊 大鸟如果碰上去 也很危险 所以说 这个原因很多呀 还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啊 各种原因啊 有的时候也是由于 机长 副机长 这个头一节晚上 这个 在生活当中 可能心情不顺 心情不顺 人都是这样嘛 驾车在地上走 又一出事 驾飞机在空中走 有的时候 心情郁闷 总琢磨这个事 六号了 或者是走了神了 或者心里就不痛快 有的时候也容易 发生突发世界 一出事就大事 因为你 飞到空中 你有法控制啊 是不是啊 所以轻易的是不要去 这个做那个直升机啊 我这一生做过了一次直升机 是1999年 第一次来加拿大 加拿大那时候 一个旅行团呢 就说 一个小飞机啊 加拿大有个飞行员 所以女士长得很健壮 他就说这个 大家排队 愿意到空中 看一看 就是多伦多 这个 这个 整个全景的人啊 可以上了飞机 两个人 一次就能拉两个人 排队 很多人排队上 有的人就放弃了 说我就不干了 不上了 我那时候年轻 胆大 身体也好 没什么病 不像现在有高血压 我就上去看了一下 大概那个飞了 那有十分钟吧 在天空看那个就是多伦多那个 这个 这个湖边的那个塔 就非常高的塔 看到这个多伦多的情景 非常漂亮 我那时候做梦 也没有想这一生 还能来到加拿大了 就一遇到这段来生活 天天 不是天天吧 就是经常 有时候看朋友 就路过那个塔 当时走的感慨 谁知道人生 这个 走到哪一步啊 别看你现在有权 别看你现在有钱 别看你现在有名 管得你有什么 但是你都不能 绕开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总有一天 你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要珍惜生命啊 其实珍惜自己的生命 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啊 别有了权就整人啊 这个得以往往为啊 私以往为啊 权力是很 很短的就过去了 等你没权的时候 没权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说 人啊 一定要 这个 这个 自知自明啊 要珍惜生命啊 尤其是对这样发生 就 这个 空难的事情 对这些 不幸过世的人 应该表示一种尊重啊 表示一种悼念啊 那么今天呢 还会完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